有一天我就问我 非常非常要好的高中死党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再重来一次 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就说 他其实那时候最想做的事情是 他好想去NASA工作 那他当初他爸爸坚持 一定要填医学院 那没办法 他成绩就是那么好 所以你看大人们扼杀了多少小孩 对这个世界的想象跟梦想 现在你以为自己想要的 可能一觉醒来你就不想要了 妈妈花这么多钱让你读私立学校 妈妈是为你好 我跟妈妈那么批评的赚钱 就是为了你们好 谁在看啊 你管他们干嘛 最主要是这个议题 我超想拍这样子的题材 因为我是在那个时候 才开始当了一个母亲 因为他来到了我的生命里面 然后或者是说我到了他的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一起走一段路 那多久我也不知道 可是至少在这一段 我们两个相伴的时间之内 我们会很有品质的相处 这是一门非常非常深奥的学问 就是关于母亲学这件事情 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如果今天一个女性成为一个母亲之后 她就有了牺牲奉献的心情 她很容易就变成会对别人情绪勒索的那个人 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 大家不是都说我们要当孩子最好的朋友吗 可是其实并没有 一个人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最重要的是在于爸爸妈妈本身 你有没有观察人的能力 你有没有看到你小孩的本质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事情是 这些爸爸妈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本质是什么 我这个人这辈子没什么大成就 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有点成就 我爸爸是兰领阶级 他是做铁工的 然后我妈妈是家庭主妇 他们都非常的开明 那个开明有可能是他们无能为力 我小时候就有一点是放牛吃草 比如说我很喜欢看漫画 看电视 我爸爸妈妈从来不会阻拦我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我记得我国一的时候有一次上作文课 我写不完 因为我要讲的事情太多了 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可以带回家写 就我隔天就教了厚厚的一本 我很幸运我碰到一个老师 老师非常仔细地改完我整本作文 而且在最后还鼓励我要继续写 小小的13岁的陈慧玲的心灵里面就觉得 我可以写 那我要继续写 有一天当我考杂了 回家被妈妈打 她掀开衣服看到这些伤痕 她可能会吓一跳 可能会很难过 可能会跟我道歉说莫莉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不知道事情 就是没有人去呵护这些孩子的心理 这些孩子恐惧的是什么 渴望的是什么 我们在成长大 我觉得做这个戏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其实就是这一点 让大家思考 让大家讨论 好 太阳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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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高高在清空中 春风也微微笑 太阳高高 太阳高高 太阳高高